请收看惠律法师博写讲座 修行福道的人 你要一定要记住无真 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 要尽量的宽恕众神 忍入 这个忍入 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 否则忍不下来 那么有很多人有心要学佛 有心要学佛 可是一碰啊 碰错人了 碰到青海这个杂波郎 碰错人了 这个是习客教堂 把他当作是佛教的 各位你们看这张 有吗 没有的请几手 大家都有啊 这个不是什么法师 各位看啊 假冒佛教 西哥教徒 青海法师 即刻开悟之死 的烟幕啊 就曝光了 近几年来 台湾出现了一位来自越南的名字 以青海为法名的出家人 他的原名是胡 Warren Stad 胡 Warren Stad 他拿英国的护照 民国七十四年在台湾受戒 以比丘一项 被一些未明佛法的人 攻称为佛教的法师 民国七十四年 今年才七十七七七年 还两三年 大家都称为佛教的法师 而他如今则称为是来自喜马拉雅山的大师 就不怕人家笑掉大牙 并将他传承自印的 自印度的西科教的 上司 Saka Shin 这个深色光影幻法 套用国教的名词 曲解任言经的经文 旺承为观音法门 在台湾大行其道 青海法师 在演讲以及平常的谈话中 经常表示 他自己就是现在佛 并不断地灌输 跟随他的人 要他们相信 他们是佛菩萨的转世 这个在佛教里面讲 就是大妄女 七狂众生 当下是八成第一 因为他能够代替 他的信徒 消除业障 能令他们一识解脱 所以他们都是有大福 聚大善根的人 因为他们遇到了 青海这么伟大的名识 因为他含有煽动的口才 和语文的能力 像这种 触谬的这个思想 许多人听 听多了听久了 竟然真的 自以为一生的奇异 而变得我慢更高 不可理 这个天海的 这个弟子们很凶 很凶 我听人家讲的 就是非常的凶 因此在激烈的崇拜 和高亢的 这个情绪带动下 他的信徒的语言 思想一如其事 却又滔滔不解地 为他们的师父 青海宣传 辩护 鼓励更多的人 来盲虫妄虫 来盲虫妄虫 他们自以为到了名诗 买了成佛的保险 正不知自己 已经掉落了 西科教的陷阱之中 生命已经远离了 佛道千百万里 还喜不至圣啊 喜不至圣啊 青海法师 所谓传法的方式呢 当起初 信徒人数还少的时候 是跟一贯道的 点玄关相同 他们以大拇指 按赖人的眉心上 这是我们的眉毛啊 以上一公分啊 就玄关啊 一贯道的 惯用的啦 玄关 后来人多啦 就用眼睛看了 人太多 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印啊 一个一个印呢 就用看着 这个就算传法啦 这就得到加持 或者叫做印心 传法之后 他教人打坐 打坐的时候 先用眼观法 求见佛 见光 等一下 再用耳闻法 求闻各种声音 比如说车声啊 鼓声 雨声啊 雷声啊 消声啊 琴声等等 这个刚好违背 金刚经的经典 违背的金刚经 真正一个想要开悟的人啊 创世不可以求这些音声的 若以音声求我 以色见我 世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这个一开始就完全错误了 完全跟金刚经 背道而驰 怎么能够开悟呢 底下 他说经过他加持的人 所听到的声音是内在的声音 不是平常人所听到的外在的声音 打坐的第三步骤是 送五级密级 底下的五级 作为护身之用 而通过了五个关卡 并且达到五级 就所谓的解脱 在平时也必须不断地送死这五级密级 心还常常恐吓的语气 若泄露这五级密级 将遭流血事件 那你说呢 就会不下汉 佛门有这样子的吗 佛门有说 你念什么就 就会遭到人家谋杀 或车祸 会吗 这种做法呀 跟一贯道信仰的传五字口诀 性子 是如出一策的 一贯道 人念 南无无太佛明乐 南无无太佛明乐 无太佛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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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海法师自编的一种 深造万物的宇宙创造论 他说 宇宙万物都是从这个圣经 所创生的 没有任何东西 不是从它出来的 他又说 这个圣经就是上帝 他更把 那年经见八的这个经句 如来逆流 如是菩萨 顺行而至 绝迹入交 名为等绝 我这句解释一下 这句大家都看不懂 如来逆流 我们这个众生是 一直听外面的声音 一直听外面的声音 被这个外面的声音所迷惑 他很少定住 听自己的声音 当你听住 听自己的声音 不告诉我们 这种声音 还是因为有六根的存在 在听的这种声音 外面的声音不要听 听自己的声音 这样也不对 听外的声音 听里面的声音 通路不对 内无所着 外无所获 内外 平等 一如 用这个心 这样子 倒流 就回归到 佛的境界 所以说 如来逆流 就是说 我们这个众生就是顺流 顺着生死之流 什么声音 我们就攀岩 什么声音 我们听好听的 我们就欢喜 听不好听的 我们就痛苦 如来就不是这样子了 我们顺利二进了 他都如如不动 然后用这个心 在一直回光环照的 破除这些执着 如是菩萨 顺行而至 菩萨也是按照他的方法 绝迹入交 当这个居物 开发这个本性 这一刹那之间交合了 就是这个等觉菩萨 跟佛的这个境界交合了 另外等觉 等觉的意思就是说 跟佛已经平等了 比如说弥勒菩萨 观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或者是普贤菩萨 等等 这些是等觉菩萨 以佛相等的菩萨 就是等觉 是这样子 任意的解为 任言经讲 诸佛靠这个音流 下来度动 这可刚好违背任言经的意思 任言经是叫你 内外动静 不要去执着他 他是认为这是一种声音 有用这个声音来追求 认为诸佛菩萨 是靠这个声音来度众生的 是刚好违背佛的意思 这菩萨和众生 只是靠这个音声 回去研头的 是错了 完全曲解任言经的意思 如此这般不断地 曲折经文 迅惑不明佛法的世人 所以这一章 我劝诸位 你们回去要copy 知道吗 copy copy 看你们在哪一个团体 copy一百章 你们有一百个功德 copy一千章 你有一千个功德 把他大量的怎么样 发现出去 免得他汗死很多众生 汗死很多众生 这个红寡跟富寡 不是只有师父的工作 靠我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 你们每一个人手头都是拿一张 把这一张 你们回去就大量的copy 你这哪一个团体 就一直送给大家 花三百块五百块 你有钱来告诉我 我给你 去救度一些众生 免得大家继续再淋下去的话 就害死更多的众生 劝人家不要去听课 不要去听这个清函的课 底下 极其明显的清函法师 如果他可以称之为法师的话 他所传的不是佛法 佛教是讲元曲论 元曲论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因言生因言免 这个因言凑合了 就有这个因言 今天我们大家 因言凑合了 我们有这个讲座 我们有一天 一年善了 这个讲座就没有了 就原生 原灭 从来就没有听过 佛教有什么 深造万物的 没有的 而在佛教经论当中 所介绍的 深论外道 看来 倒像是他的 这个同流 青海 西蒙的士人 穿上了中国比丘尼的服装 宣传印度西科教的教法 这岂不正是 那年经里面 俊久所讲的 天某厚得其变 厚得其变 费经妇人 口说经法 或作比丘 或作比丘尼 世人女一名 或为菩萨 信其教化 杜吴建韵的写照吗 这句话我解释一下 这个岂不正经 后面五十阴谋 就是佛灭度以后 两三千年 有这个邪魔外道 都是这个邪魔外道 来 身上穿着比丘 或者是比丘尼的 这个衣服 来这个 残害众生的灰秘 把这个佛法颠倒 是非乱讲 这天某厚得其变 就是说 这个天魔外道 等到一个 刚好的时候 非经妇人 就是 跑到这个人的身上了 口说经法 他讲的也是法 可是不是正法 是邪法 身世穿着比丘 或者是比丘尼的衣服 就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迷惑了 或为菩萨 信其教化 堕无坚异 所以就是 两千多年前 那年经就讲得很清楚了 而到今天 这些秩序分子 还是神经兮兮的 跟着他 他以为是说已经得到了 解脱了 究竟了 很糟糕了 这个 我会碰过很多 秩序分过很多 这个清寒的徒弟 硬心过的 神经兴兴的 回去一天到晚就在那边打坐 什么事都不想做 他认为这样子 就叫做解脱 所以佛法讲的解脱 是要 哦 要去觉悟 去觉悟 底下 若以比丘尼的借力 任何一部 利点 就是任何一部借力 写里面 规定 比丘尼是不能替度男众的 一百岁的比丘尼 都必须要顶礼 新界的比丘 一百岁的比丘尼受戒 还要跟比丘顶礼 不能替度男众的 这个青海啊 更妙啊 竟然替度了 多位的男众 为出家的弟子 并且说 佛无男女之相 佛无男女之相 可是他自己 却是妇女之相 这不是矛盾啊 佛教的历代高僧 佛教的历代高僧 没有一个不叫人 谦虚致辞 要谦充致目 要谦虚 从来没有一个人 自身是佛菩萨的转世 一个不能讲啊 《真正言经》里面讲 要自己讲自己是 菩萨来化身的话 要到灵命中 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啊 就可以讲 那灵命中的时候 就可以告诉人 我是什么样身份来的 就可以讲 可是呢 不是呢 不是要入天盘以前的 不是要往生以前 不能讲的 不能讲的 而青海啊 却说自己是佛菩萨的化身 并且自己做自己 沉默的眼泪 他借用了第三者的口气 极尽赞叹自己的能事啊 一直拼命地赞叹自己 而且书敏呢 竟然叼着 坐子上清下海法师 这种沉着风筝升天的高调啊 竟然也有人替他翻译成中文 为他出版 真是令人浩泛的 青海传华 既然有一套 声光的幻影法 自然有人会受到吸引 在民主时代 只要他不给我们的社会 制造混乱和暴力 当然有钱呢 传播他的东西 但是我们要提出 呼吁的是 请大家明白 他传的是 回教跟印度教的混合物 就是西科教 他的上师是印人 我们希望 清海法师能够光明磊落地 拿起西科教的招牌 穿起西科教的衣服 不要鱼目昏珠 披着佛教出家人的袈裟 否则请他改其意志 先程参回做一个佛弟子 也算是为自己赎罪 西科教是印度一种 是印度一种 跟印度教 以暴力相对的少数教派 当他们做不过印度教的掌权政策的时候 便实行暗杀 暴力 秦印度总理甘利夫人 便被他的西科教 世卫暗杀于关底花园之中 以上一节 进极客开户之时 第一册 第46月 本文摘自77年9月16号 持继到于第二版 台湾有一个西科教的传人 作者正法明 正信佛弟子供应 为什么要念这一章呢 就是 大家想要写佛 那么大家想要这个 解脱 可是我们一定要发一个慈悲心 救救那些迷茫的重心 自己认为已经得到这个真传了 所以我们要发个心 大量的心 或是要印 到处发 这样靠大家的力量 我才有办法 单靠师父一个人的力量 没有办法 再来 有的人 他误解了佛法 就讲佛教 太悲观了 佛教是不是太悲观呢 对 佛教是悲观 但是呢 大家都把悲观的解释错了 我们念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悲 是不是大大的悲哀啊 可怜 这个彭湖啊 我们那个慧敬法师啊 他寺庙 命这个大悲哀啊 这个信徒他搞错了 我这 鼻哀就在寇联 那个大鼻哀 他命这个大悲哀 让他信徒把它 解释说 很大的悲哀 这一间寺庙很大的悲哀 这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大悲哀的定义是说 拔苦 要拔除众生的痛苦 那么悲观是对的 拔众生的苦观 这个是对的吗 我们把悲观 很悲哀啦 消极啦 迷信啦 都弄错了 我们学佛 有三个步骤 要知苦 离苦 拔苦 我们今天怎样 超越这个痛苦啊 你第一个一定要先知苦 知道这个世间是无常的 病的拖累 缺祸 会前被人家倒了 厮杀 女人这个生残的痛苦 先生的抛弃 跳楼的自杀 你随时通通要心理准备的 父母亲就闹 婚便了 而做儿子的也很痛苦 苦 自苦 世间本来就是这么痛苦的 然后你吐死他以后 你就离苦 你当然离苦啊 为什么 逆来就顺受 顺来就忍受 逆进来了 我们就 顺受 我为什么讲顺来要忍受呢 因为你顺境太多了 那你不能休闲 大家都赞叹你的时候 那你都经不起人家的批判和诽谤啊 所以就顺来要忍受 要忍耐一下这个顺境 要使这个顺境啊 不要再过于高兴 使自己也 不要落入 这个这个这个迷茫的 这个赞叹里面啊 使自己啊 经不起人家的批判 的攻击 所以常常做人赞叹的人 是不堪一击的人 时常受人家赞叹的人 他本身自尊心就会感太重 人家顺激他一下 他马上就到了 所以说要离苦 知苦离苦 才能拔苦 因为我们有智慧 我们知道这个痛苦 我们知道怎么去离开这个痛苦 我们在发一个大心 把这个道理啊 讲给别人听 拔这个痛苦 所以 我常常跟同学讲 而是你们经费不够 没关系 为了要拔除众生的痛苦 十大的同学 我恭喜你们这个录音带 对不对 我可以花三万块 五万块 录音带放在你们的大会学生 让你们借 不借要还 有的人很疲借的 不借的 这人真是混败 不是他的东西一借不借的 为什么太好了 就不晓得转给别人 转给谁了 哎 这是不可以的 本来一百套 听了一个月以后 剩下五十套 再听两个月没有了 师父大慈大悲 那是有钱吗 所以说我们要 补助众生 或者是要怎么样 我们也不会跟他讲很多 流通录音带 你跟他讲一个 他也不会相信你 因为你是在家人 你是在家 我也是在家 你凭什么教训我 我们是出家吗 对不对 是专门的 师父讲的 让你听听看 也许他能够接受 我们佛教讲的 不是悲观 而是要升华这个悲观 升华这个悲观 那么有的人讲说 哎呀 佛教师太迷信了 或者是崇拜偶像啊 一般人念念佛啊 只想逃避到 其他世界去啊 你不认为这样子太自私吗 这样不会自私的 这样不会自私的 我们念佛啊 除了求得心灵上的 这个病以外啊 最重要的当然是 灵灵中要往生极烈世界啊 念佛的人心中有佛 那他就不会变坏了 不会做坏事情 念佛的人啊 他至少他知道 这个因果的观念了 他不会 做违背因果的事情 众人喊坏喊坏啊 你不至于像社会上的人 拿枪啊 拿炮啊 是吧 拿那个武士刀啊 杀人放弃啊 抢劫人 绝对不会的 所以我常常告诉这个在家人 在家人一定要尊重出家人 这个出家人 再坏 坏到极点啊 他顶多就是脾气不好 讲话比较重一点 对不对 他总不会去杀人 放火抢劫强暴 那更不可能说是骗人家的钱 那 出家人都坏到极点啊 那还是比社会上的人啊 这好了好几千万倍啊 好了太多了 出家人最低的标准 那比世间人好得太多了 叫你们吃个书就受不了了 就昆婆转向了 叫你们不要杀生也不可能啊 蚊子一叮的话 不管他 打下 打死他 他说 我操作他 就这样子了 所以我们一般人念佛啊 他们认为只想逃避极力 到逃到极乐世界去 认为逃避现实 是不是太自私了呢 一般人的问题是这样 不是的 念佛的人 他不但自己要念佛 而且要行善 而且要利益一切的众生 看他的能力啊 多少 看他的能力有多少 所以念佛 不但可以清静我们的念在 而且可以有这个因果的观念 自己总不会去干坏事情 那么有的人讲说 你太迷信了 我告诉你 迷信总比这个不信好 迷信的定义是什么 迷信你是怎么定义 你就讲迷迷糊糊的相信 迷信 不经过大脑 不经过智慧 我们的定义就是迷信 但是迷信也可以解释说 深度的相信 深度的相信 胜过那些不信的 这些沙灘犯火 就是不信民果的 他就是不信佛的那一天 不信这个 将来的果报是痛苦的 他就不信这个了 要是他有相信的话 纵然他是迷你这个佛教 也没有关系 世间也少一个坏人 世间也少一个坏人 那么有的人讲 崇拜偶像 是一种迷信 那么哪一个宗教没有像 所以我常常告诉 基督教 常常毁谤佛教 拜插头啊 拜插头啊 拜那个 木头啊 偶像啊 那是假的啊 我们这个 受过高等教育的 还用你基督徒来告诉我 说 所以老师那是假的吗 还用你告诉我 那个是木头吗 还是纸画的 需要你告诉我吗 我不知道吗 是一张纸啊 还是那个 是木头刻的 还用你来告诉我啊 拜佛 偶像是一种代表 儒家讲 见贤实体 也见不贤 内置贤也 而看到这个圣贤 我们还是 向他学习 我们之所以 拜这个佛的像 不是拜这个木头 是拜佛的代表 佛代表了慈悲 佛代表了觉悟 佛代表了牺牲 佛代表了博爱 佛代表了牺牲一切的生命 为救度一切众生 我们了解佛是这么伟大的一个圣人 所以我们拜他 我们也是拜自己 希望将来也能够 学习像佛这么样了不起 所以偶像 最重要是他的表真 他的代表是什么 譬如说国旗 国父遗像 那你不能这么说 国旗 那是一块布吗 那你说 如果国旗 那一块布拿来做内衣 会不会像国旗 既国父一向行三级公里 你怎么不会 那一块布做国旗 你就像他鞠躬 做一件内衣 申请 申一件内衣 向内衣行三级公里 奇怪 他就这么笑啊 你怎么像内衣呢 那内衣也是过去做的 你怎么不跟他顶礼呢 不跟他这个鞠躬呢 因为他的代表性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佛教徒 是最讲理性的 并不见得是说 你基督徒 是不拜这个偶像 就认为 你们完全不执着了 也不是这样子 那个基督徒 他本身也挂十字架吧 对不对 他那里面 也有圣母玛利亚 圣母玛利亚是天主教徒 他们还有嘛 就是一直讲别人 可是自己 其实没有想到说 他们也是耶稣基督的像人 奇怪啊 所以我们是一心 像这个贤能的人 贤能的人 那么 有心邪佛 有心邪佛 初步应当如何做 因为我们只有讲到九点十五分 我们这个讲完了就结束了 有心邪佛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做 这位同学 我们学佛 应该跟这个平常生活是一模一样的 你不要这个还没有学佛 跟大家都合得来 学佛一幕 跟每一个都合不来 那就谈了 那这个叫做怪佛 所以释迪佛是跟哪一个众生都是合得来的 但是他心中没有恨也没有敌人的 我们学佛以后跟这个看这个 也不是看那个 也不是玩 学佛一定要先学习看得顺别人 别人的确定不要管人家 不要管人家 知道吗 管自己就好 首先要管自己就好 所以学佛有几个步骤 所以说往日的生活跟以往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改变 我们学佛 当他不能接受佛教的时候不要一直讲给他听 他会认为你是这样子 那你是阿达 不要一直讲佛法给他听 没有这个必要 佛法讲 释迦文灵佛讲随缘度众生 随缘就好了 他不能接受也没有办法 那你就先拿录音带给他听听 能接受也就接受 不能接受就算了 一直硬给人家接受这个观念 有一天他反过来的话 他还是不能接受啊 第二点就是说 吃素的问题 如果我们是一个团体 那么我赞成吃素了 那么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家庭家里人人就不允许你吃素的话 学佛 吃素不代表什么 吃素不就是代表你解脱了 解脱是要靠大智慧的 但是诸位今天也不要误会 说修路怎么不主张人家吃素 不是 因为我们一个人吃素的时候 我们不会煮饭 不会煮菜 随便煮一个饭 大冒花瓜买一下 那个菜啊 随随便便弄两三下 然后 像我以前 以前 我以前没有素食团的时候 我是坚持吃素的 坚持吃素的时候 因为畅工免吃的时候 问我有没有吃素啊 被问的不好意思啊 被问的不好意思 可以吃不行啊 就吃素了 吃了以后 我经过两个月上厕所 去大便 一蹲下去上来 裤子都不知道在哪里 荤头转向的 营养不够啊 营养不良啊 随便吃 然后自己也不煮 营养也不弄好 所以说 自己一个人吃素啊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营养他一定要照顾好 你不要吃了以后 这个脸啊 像西里那边一样的 脸整个脸都是花白的 然后呢 一跑白米的时候 啊 25秒3 我的天哪 一百米要跑25秒3 当然这个是比较夸张的啦 但是这个 吃素不能因为吃素 弄得你这个身体啊 倒塌啦 然后啊 整天啊 那边痛啊 肚子痛啊 或者怎么样啊 精神集中不了 考试也考得不好 对不对啊 啊 对不对啊 都是小让别人 最后一名 那这样也不行 所以我一直不主张 这个学生时代 学生时代 能够吃素食 有素食团 那这没有关系 因为有团体在 那煮得比较 豐富一点 那就像我们以前 没有素食馆的时候 又没有素食餐厅 也没有团体吃素 那完了 对啊 那完了 那有的人是吃素 吃素 吃素以后一个月呢 打了这个 两瓶的点滴 那两瓶点滴是一千多块 傻瓜蛋 你要打点滴不如去吃好一点 你打了两瓶点滴 一千多 营养不够 再打点滴啊 你为什么不把那个营养照 给我把一千多块 再码去营养啊 炒一些什么 高蛋白的东西喝一喝 那身体把它弄壮一点 师母今天的意思是 为了怕这个同学 发一个勇猛心要学佛 可是呢 不沾前不顾后 反正我就是要学佛 我就是要吃素 是吧 回到家里 谁讲也不管人家 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我的毛病啊 爸自己弄的身体 这个很糟糕 很糟糕 不行 不行 后来我还是一直坚持吃素 后来这个宏教大学 就有这个素食团出来 我们就请外面的人来煮 煮了就 营养就比较够一点 所以自己一个人吃素 我反对 因为你不会煮 那么自己一个人吃素 如果你要很会煮 很会弄 营养照顾的好 那么没有关系 那就吃素 是啊 如果自己一个人吃 你先看看会弄好一点吗 会吗 品财 硬财 导财 弄弄做一块 这样你这样省时间了 要不然 要不然他就先煮一个素食 弄一点起来 然后再加肉 炒给他先生吃 都是这样子的呢 随便炒一下 就这样子 吃到后来的时候 胃寒 就补过不然 受不了 吃这个肉一层 你看我像冠心佛杀 冠心佛杀像你这样 要死董事 吃素食 吃素 弄好一点嘛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气色 你看 多漂亮的脸 是啊 气色够啊 那 弄好一点嘛 把身体照顾好嘛 第三点 出学佛的人 千万不要我慢 我慢 你得不到什么 不要狂妄 圣贤 比我们行的太多 行的太多 比我们成就的人多得不得了 不要一直认为 我们很了不起 常常千冲寂寞 全虚总是好的 再来就是不要辩论 对不信仰的 或者怎么样子的话 你一直跟他辩论 就产生他的反感 你先拿对应来给他听听 他不能接受你就算了 第四点 打坐如果没有人教的话 我要乱修 打坐如果没有人教的话 不要乱修 我以前去中原大学上课 那么有一个建国中学的学弟 刚刚学弟来的时候 他就请教修佛说 修佛说我是你的学弟 他没有打坐以后 他一打坐头就痛得不得了 我就问他 你怎么休闲 你想 你告诉我 他说我一打坐的时候 我就观想 我头一直观想 我说你错了 打坐的时候不能用头观想 要从肚脐底下三寸的那个地方 念头要从那个地方出来 你在观想头当然要裂开 修行是错误的 也不辅大的 他修行学的半身麻痹 像毕雕一样的 一走过来 我说你老年家怎么样 师父啊 我打坐啊 我就打坐谁家 你没有人家 我自己看书了 完了 你打坐没有人家 我说你打坐怎么打的 我说我在看密宗的书 然后自己运气 有什么丹田运气 一起来 奇怪了 半边如如不动 糟糕啦 一半的不能动 如如不动啦 糟糕啦 只有动右边 左边不能动 手起路来的是一拐一拐的 我说那你惨了 那你赶快去给东西看一看 哪有人修行修这样子的 所以平常啊 我都一直叫人家念佛 叫人家念佛 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 我不叫打坐的 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 我不叫打坐 这个打坐要调影子 吃饱饭后 一个半钟头以内不能打坐 太累了不能打坐 吃了太饱不能打坐 这个晚上啊 太晚了不要打坐 冬天打坐 窗户要关起来 这个两只腿啊 要关起来 做的时候知识一定要挺好 但是也不能太紧 太紧的话 蹭不下去 呼吸 调呼吸 调饮食 调睡眠 调知识 调眼神 很难的呢 这打坐并不是说你想象的时候 两只腿一盘 像观世音菩萨 很快啦 很快啦 很快就找谋了 很快就 有的人一打坐的时候 全身都会发抖 发抖 那人就发抖 好像寒冷一样的 是吧 所以我都劝众生 多拜佛 多念佛 打坐就是 坐起来 呼吸 随着自然的呼吸 在畅宫讲的 打坐不要刻意的调整 打坐以后 把这个屁股要垫高一点 腰部不要太弯曲 也不要太挺 很自然的一种宁静 自然的知识 头稍微一点点弯曲 不要高下来这样子 头不要太弯曲 刚好就好 所以在这里不能示范啊 不能示范 所以大家 就是不要写这样子 半词不要写 像我文书讲堂 木豪啊 有个示范的地方 我教你们怎么调 怎么样用功这样子 还有就是说 有个弹枪大学的 那才挂呢 弹枪大学的以后啊 我这个一打坐以后 自己在打这个手印起来 我就一直打手印 好像演布袋戏一样的 真的 那个女孩子又长得非常漂亮 糟糕了 那女孩子实在是长得非常 过漂亮的了 但是怎么修行修恶的导蒙 是不是去找青海的 我也不知道啊 然后后来这个一打坐的时候 就一直逼手印啊 然后看到人家 我就想哟哟 我就想呐哟怎么这样子呢 是看到我硬性在笑 还是是神经有离呢 他就呐呐 再这样笑了 后来啊 我就听这个同 sympathie说 他說 師父他有一點著謀 他很精進 他在著謀 我說著謀這個沒有關係 我來跟他辦 我就從頭形上開山壓領 壓下去持動 他就倒下去了 倒下去起來說 師父你做什麼 我說做什麼 你不知道 他說我不知道 我說你問你的紅血做什麼 不會亂動啊你放心啊 只有摸摸頭而已啦 所以這個一個貌相長得這麼莊嚴 而且那麼讀到大學有資格 很想修行結果就跟錯師父了完了 再來第五點呢就是 盧聖燕的書不能看 盧聖燕的書不能看 這個盧聖燕的書啊 都是稱仰他自己 按照他這樣修行的他自己 自從是什麼菩薩來的 臺灣帶不下了 跑到卡拿大去了啊 盧聖燕你們知道啊 這個書不能看 修這個盧聖燕的這個法 很多人也是菩薩的 所以我這個匯利啊 常常說這個排檔底下 他去外面修修了亂七八糟 然後要跑來給師父加持 我在這裡先告諸位 你們不要這樣做話 一心一意的相信師父的話 按照我所講的話 要依照這個經典 不要自己隨隨便便去跟人家亂修 修到後來啊 你找某 因為多念佛 多拜佛 要清淨燦宮 清淨燦宮 清淨這些 台灣人的高升大德 是政治正見的高升大德 那麼我們師大是最方便的啊 對不對 文書獎堂建好了嗎 是不是啊 我空到我那邊吃飯啊 我買便當給你們吃啊 我租給你們吃不好意思啊 要不然我就請別人來煮啊 對不對 你們冬至啊 或者是有放假 就到文書獎來啊 是不是啊 那麼以文書獎來就作為師大 或者是中山大學 或者是這個國際商專啊 那一次說一些什麼什麼 什麼專科學校什麼大學 通通可以集中在那個地方 活動 文書獎堂將來就作為大專的 高雄區的 啊 或者台南的城大也可以嘛 就是 南部的這些大專業家做個聯絡 然後 以我那邊做中心 我永遠的支持你們 煮一些飲料燈火鍋 你家也吃不了多少啊 對不對 公司到了 我請客嘛 對不對 啊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經費上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啊 所以不要求神通 也不要求什麼感應的法門 啊 感應啊看多了就會著謀 就會著謀 那 呃 往往來說這個講到九點十五嘛 那我們呢 這個 慢了兩分鐘下課 那很抱歉 很抱歉 你知道嗎 那麼諸位因為世大不能講了太長時間 也不要發問了 啊 不要發問 好吧 今天就上課到此為止 大家請站起來 啊 好啦 啊 就問信啊 問信 就再見啊 再見 sweating 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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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